到底這個世界上還有多少未知的生物? 這個問題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探究 近年,在互聯網上流傳了一條影片 拍攝到一個恐怖的巨型蜘蛛在建築物上攀爬 究竟它是地球上的變異生物 還是來自遙遠的外太空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Papa 這條影片總長大約30秒 據稱是在俄羅斯中部的住宅區拍攝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個站起來 足足有幾層樓這麼高的怪物 在大廈的外場上不斷爬行 條片曝光之後,馬上引起了網民和傳媒的熱烈討論 有人提出這隻蜘蛛原本居住在俄羅斯的核污染地帶 因為輻射產生基因突變才變成這麼巨大的尺寸 也有人認為它是跟隨外星文明來到東歐森林 在實驗中途不慎走掉 甚至有網民將它跟另一個都市傳說 Slenderman拉上關係 但是絕小人質疑這條片的真實性 因為我們在玻璃窗上可以清楚看到巨型蜘蛛的倒影 看上去的確是非常真實 那到底這條影片的真相是怎樣呢? 其實只要我們仔細點觀察就可以發現 影片是有不少瑕疵存在的 首先用慢鏡播放是會看到其中四格畫面 鏡頭的動作完全停止了 在拍攝者手持相機的情況下 是絕對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為人類手部的震動即使減到最少 都不可能在四個畫格之內完全不動 因此可以判定影片中的鏡頭移動是後製而成 而由片段中鏡頭不斷動 但是樹木完全靜止這一點來看 可以驗證到連樹都是假的 其中離奇的音樂是 本來應該被樹木遮擋的蜘蛛的身體 竟然是穿透了過來 相信大家看到這裏應該明白 片中的蜘蛛並非真實 但是你又猜不猜到連條片本身 都不是實際拍攝的場景 而是透過電腦製作而成 製作者拍攝了一張住宅的相片 然後在3D繪圖程式製作出虛擬的建築物 並且為玻璃槍加上反射的效果 而遮蓋蜘蛛的樹木 只是他用程式剪出來的一張圖片 但是因為製作者不小心剪漏了少許 導致最後蜘蛛的腳穿透了過來 事實上影片的原作者Katev 早已接受訪問承認這條片是他的作品 他表示當天因為早起床又沒什麼做 才弄了這條片出來解悶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謝謝大家